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7月1日 美国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已达到267万7168例 死亡病例达到12万7930例 目前超过36个州确诊病例出现大幅反弹 住院人数比例也急速攀升 包括加利福尼亚州 马赛诸塞州等州 确诊病例超过10万例 加州州长纽森 7月1日宣布最新限制令 即刻起洛杉矶县 城县 河滨县等其他19县的餐馆 电影院 酒吧 动物园 博物馆 家庭娱乐等场所的室内营运部分 都将关闭持续至少三周 之后是疫情情况 在判断是否可恢复运营 另一方面 一向抗拒在公开场合戴面罩的总统特朗普 也在同一天改口 他表示 全力支持全民戴口罩 以防止新冠疫情在美国继续蔓延 美国国会众议院 7月1日投票 批准了民主党领袖支持的规模为 1.5万亿美元的基建立法议案 特朗普曾威胁否决该法案 该提案将投入3000多亿美元 用于修复桥梁和公路 1300亿美元用于面向低收入儿童的学校 1000多亿美元用于建造或修复经济试用房 1000亿美元用于扩大宽带互联网介入 共和党人反对该提案 提案还包括一系列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白宫表示 如果该提案提交给总统特朗普 他将会否决 据悉 现有的美国基础设施融资法 将在9月30日前更新 政府认为 这是推动更广泛一揽子计划的可能工具 7月1日是加拿大153周年的国庆日 以往年不同 由于新冠疫情仍在持续 为避免出现民众大量聚集带来相互传染的风险 加拿大联邦政府历史上首次的 以网络虚拟方式庆祝该节日 包括本上在首都沃泰华举行的烟花表演 也是通过数字虚拟方式呈现 供民众通过网络观看 另外 当天来自13个不同国家的19人 也在线参与了线上加拿大公民宣誓仪式 通过虚拟的形式 申请者在加拿大各地的家中宣誓入籍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月2日消息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对95.61%选票统计结果显示 78.04%选民投票支持修宪 21.15%反对 俄现任总统普京有望执政至2036年 普京1月15日发表国情资文提议修改宪法 修宪内容包括加强国家杜马在政府组阁中的权利 不予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任命最高法院院长和法官的权利 禁止高级官员拥有双重国籍或外国长期居留许可 明确联邦国务委员会地位等 此后在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对修宪草案进行二读时 加入了允许俄现任总统再次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的修宪内容 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23周年 当天上午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外的金子金广场举行了升旗仪式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政府高层官员出席仪式 同时林郑月娥透露 香港警务处已经成立国家安全处专职处理相关工作 林郑月娥介绍 案件侦查由警务处及其他执法部门负责 案件检控由律政司负责 审理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独立司法机关负责 日前 古巴代表53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做共同发言 欢迎中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认为这一举措有利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有利于香港长期稳定繁荣 香港广大居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也可在安全环境下得到更好行事 这些国家重申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 外界不应干涉 无论是互联网巨头腾讯还是民营食品品牌老干妈 这二者都是人们家喻户晓的企业 近日 全民关注的腾讯与老干妈的合同纠纷事件终于水落石出 7月1日 中国贵阳市公安局双龙分局发布警方通报 通报显示 三人伪造老干妈印章与腾讯签订合同 目前涉案人员已被刑拘 警方通报一出腾讯被骗成为事实 腾讯对此回应一言难尽 在腾讯广告合作被骗背后 其广告业务发展已陷入瓶颈 叠加近期腾讯总裁刘士平 CEO马化腾等多位股东连续的减持和套现 市场认为腾讯运营和增长已经进入平缓期的消息 也是有传出 距离苹果发布第一台配备 Retina显示屏的MacBook Pro已经8年多了 现在这款经典的设备被苹果正式纳入过时产品的行列 苹果支持文档显示 过时产品将不再具有硬件服务的资格 这意味着苹果将不再为任何2012年中期生产的 Retina MacBook Pro 15英寸型号 提供所需的更换电池或其他维修服务 有需求的用户可以在独立的维修店进行维修 不过很多维修店并没有使用苹果官方的配件 Retina MacBook Pro 15英寸